大家好 很多人也这两天问我 什么时候捅啊 什么时候不捅啊 一直在追问我 有些人是讽刺 有些人是求知 有些人呢 就是付各种目的吧 不明说的 很多人说什么时候捅啊 那么现在台湾方面 有一些情况变化 可以看到 中国这方面确实有武统的动向 为啥这么说 你说中国军方 还有中国这个最高层 这种什么时候武统 那是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是不会外泄的啊 说你问我什么时候捅啊 那我肯定告诉你 我不知道 但是谁知道啊 台湾人 台湾的最高层 台湾的那些民进党 他们应该知道 咱且不说台湾在大陆 有多少间谍 台湾在大陆 有多少和统派 和这帮台独 同流合污 沆瀣一气 他们之间是有什么 是有私下交流的 那这些中国方面的 给他的交流的信息啊 就会让他做出一些反应 你说紧张也好 放松也好 那现在 你不知道中国这边的具体的情况 有没有捅的意思 有没有武捅的意思 你可以看台湾的反应 这就像两个动物在打 在斗的时候 如果要 这个双方是吧 都释出善意 哎呀不会握拳了 就握手了 对吧 如果啊 你看看 这边握上拳了 你看不到这边 这边是握拳状态吧 对吧 你看不到吧 你看这边 这边也握拳了 你就说 这边肯定也握拳了 明白吧 这边也紧张起来了 是吧 这边松了 这边也就松了 这边握拳了 这边又拳了 所以你只要看台湾 看台湾的反应 你就知道大陆 对台湾是个什么态度 这个道理明白吧 那咱先看台湾有什么反应 台湾最近呢 把所有媒体的啊 这个自由言论的权利 完全收回了 最近台湾呢 杨世光的这个新视野 新视野节目也听播了啊 昨天是最后一期 我看了那杨世光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 含蓄的说法已经说了 就是台湾当局 给了杨世光压力 所以他这个节目呢 也不会再做下去了 在联想到之前 黄志贤啊 也收到这个台湾当局啊 台湾方面 政府方面 给他的一些警告啊 法律上的传票啊 被告啊 那就是说让这些人呢 就是统派的人士 闭嘴 闭嘴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天天抄着这个白色恐怖 国民党怎么怎么恐怖 你换成绿色不一样吗 那我也不知道台湾人到底在争 争取什么啊 在争取什么啊 所以有时候仇恨啊 他这种仇恨教育 台湾人的教育是仇恨教育啊 仇恨让人失去理智 被人家带着跑 其实你说 你看国民党当前那套不好 民进党玩的不还是那套 那你说 你支持民进党 以为就是反对国民党 是他俩是一样的 所以啊 可以看到 还是 这个民粹最后啊 会导致人失去理智 失去了独立判断 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那么台湾媒体啊 像对这些统派啊 声音呢 减小 让他们基本上不让他们发声 给一些警告 我看出一些啊 不同的想法啊 首先就是什么 台湾政府没有之前自信了 以前台湾这些媒体 多么自信呢 是不是 我们有什么制度上优势 我们就是 这个一讲民主自由 那一个个打着鸡血一样 但你发现没有 现在不然了 他再跟台湾人讲这些东西 他还怕了 还怕什么 还怕统派的声音 会压倒 甚至会吸引一部分台湾人 那他就让统派这些声音 闭嘴 其实反映了什么 独派的声音 已经不能掌控全局了 可以告诉你了吧 另外一个 要开打了 很多人 那说话说话 怎么要开打了呢 你想一想啊 你去跟别人准备动手 打架之前啊 是不是先得跟人家来一次 义正言辞的什么 口炮活嘛 先得要骂你一顿 说你怎么怎么样 欠了我们家多少多少钱 是吧 欺负了谁谁谁 这是什么 先打口炮嘛 那你看现在台湾和大陆啊 军事上大家都没动手吧 但是这个口炮已经开始打上了 互相之间已经开始 你骂我我骂你了 言论禁止 禁止台湾有什么 统派的声音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要台湾集中 力量一起要炮轰大陆 那也就说明什么 大陆方面的方针也改变了 我要炮轰台湾 我刚才讲那个道理了吗 你对我 言了 为啥 我知道你对我也不好意 那双方 我张开你也张开 我紧张你也紧张 所以你看台湾方面的反应 你就能看出大陆方面 中央的态度了 因为台湾人呢 我告诉你 台湾人在大陆里边有太多太多的什么 核统派吗 共同利益的群体吗 有各种各样是吧 钻到你肚子里头回虫吗 各种各样人物呢 都知道大陆高层的意见 那么经过这边人给他指点以后 说大陆现在要对你 握拳了 他这边也是要握上拳 握上拳 刚才那个道理吗 双方先骂战 不能上来就打骂 先骂 骂怎么骂呀 必须把声音统一到一起 看见没有 不能有杂音 我们要抱成一个拳头 骂你 那台湾怎么抱成一个拳头 就把其他声音 关闭 只有我绿色媒体发声 这回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那我就告诉你明白了 首先大陆这边也已经 甚至早就已经下了决心 对台动武了 不会跟他客气了 我觉得大陆已经 现在看90%以上 甚至99% 不会跟他签什么ACFA了 那么台湾方面呢 开始要什么 舆论战 抱团 然后攻击大陆 我觉得舆论战打完了以后啊 互相骂战 你有理我没理 你出去 如果大家出去看那些街头打仗之前 是不是双方都是互相之间先骂一顿 然后就开始轮 轮然后打 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骂完了以后啊 我觉得下一步就是开打了啊 开打至于怎么开打 什么时间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我今天跟你分析的这些情况 你自己一想 是不是也就快了 就是大陆内部已经有分工了 已经有了分工了 台湾已经安排上了吗 那从台湾这些反应 你就可以侧面了解大陆对他的态度啊 有双方嘛 都是你怎么动 我怎么动 你这边东西你看不清楚 好像是 是不是 像那什么 像我这 现在是 我这 大陆的看不清楚 高到这个衣服里边 但是你看 是吧 我咋动 你咋动 我咋动 这怎么动 台湾 这台湾吧 台湾 哎呀 那你呢 你猜这里边是也握着拳呢 哎呀 台湾松了 台湾松了 那大陆这边也 因为他俩是相互相成的 动的 明白吧 所以你看不懂 大陆甚至看不懂 大陆这边到底高层怎么想的 你看台湾那边咋动 如果台湾现在啊 言论特别像以前 也特别宽松 两岸一家亲啊 哎 我们跟大陆非常友好啊 那你就可以想象 大陆这边是不是 也没有动物的意思 但你看台湾现在越来越紧张 言论收的越来越紧 特别是现在 对他妈的已经疯了 对对 WHO 我不让我进 我就可劲骂你 种族言论都出来了 他们排越来越少 台湾人越来越没有办法 这是一种 怎么说呢 一种挺悲凉的表现 如果你啊 这些是有能力的人 你不会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你干嘛用下三滥手段 有的是别的办法 对不是 好时候好商量 或者一些其他手段 也能解决问题 但是他用一些下三滥手段 说明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多简单一个道理 那我说的够明白了吧 今天视频也给你 是不是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台湾这边开始严了 要抱团了 说明啥 说明要开始骂战了 双方要打口炮了 大陆这边呢 明白明确了吗 这边已经握上拳了 大陆这边肯定也要握上拳了 要对抗了 这就不是两岸一家亲了吗 那核统派攻击武统派的声音 自己想清楚点 现在中央什么意思 埃克法能不能签 没戏了 没戏了 什么时候两边对抗 那就看情况 看中央最后拍板 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快了 既然已经安排上了 那就不可能突然紧张 以后给你松开 肯定是有长期打算 另外美国因素 我觉得民进党这个握拳 背后是有美国支持 因为他打压的很多台湾本地的 那些发生的人 他也有美国背景 美国背景 同样是美国背景 压制什么 压制你这个亲中国的因素 台湾又有中国人吗 但是呢 把那些亲台湾台独的声音扩大 就是美国在背后操作 那最后呢 什么意思 大家都懂了吧 要鼓动台湾的这帮台独 铤而走险 那你就是逼着大陆动手 这就是考验这个 中国那帮智囊啊 中国那帮这个聪明人的这个 考验他的时候了 你到底是接不接招 怎么接招 所以咱们呢 还是后面慢慢等待 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 我今天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台湾现在没有什么民主自由 台湾人你自己也想想 你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做了几十年春梦 一觉醒来 回到解放前了